字幕提供 究竟一間400多呎的居屋 怎樣做到既型格 又要多實用收納空間呢 我們用了變形金剛為主體 用色方面黑白灰 這間男子房看起來很帥 其實空間也很實用 為了增加儲物空間 特別用了高格單人床 床中間就可以放衣櫃 最下面還有子母床和櫃桶 這條這麼有趣的滑梯 其實每一格都可以儲物格 這個幾何線條的儲物格 都是既型格又實用 門口位還有位置放高身衣櫃 無論多少書和雜物都足夠位置放 看完型格的兒子房 再來看看風格有些不同的主人房 主人房以簡約為主 我們運用了白色和木系元素做配搭 主人房看上去很快樂 其實暗藏了不少好實用的收納空間 可以看回 因為就回主力場的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 我們做了一個高身的地台 可以收納更多物件 這個櫃我們運用了不規則的層板 令到整間房更加有立體感 以及空間更有趣味 主人房做了一個地台和大衣櫃 可以把物件收起來整整齊齊 再加上這個做了一個清鏡的設計 令到整間房的空間更大 房門的設計 我們用了不規則的線條為一個主調 因為原則裡面的廚房相多俠少 所以今次全屋最大的改動 就是把廚房原來的牆拆了 變成開放式廚房 半腰櫃我們運用了灰鏡的設計 可以延伸到廳的效果 令空間感更大 做了一個吧桌 可以增加儲物空間 廚房的長身 用了地中海花磚 吊櫃也用了不規則幾何圖案排列 令廚房空間更有趣味和藝術感 浴室的柴也用了巨立體感的花磚 令空間更有趣味感 設櫃裡面預留了位置放廁紙 就更加省位了 至於客廳的重點 就是這個大儲物電視櫃 玻璃櫃的位置 可以展示屋主的動漫公仔珍藏 車角櫃門 用了灰鏡做點字 既令設計沒有那麼單調 同時又有伸延的效果 令客廳的空間感更大 至於大門入口走廊的天花 做了LED燈的滲光效果 美觀之餘 其實還是一個儲物角 客廳掛長層板 用了不規則線條 另下廳的空間更有立體感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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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